來,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您多多少少有用過雲端一臉的共用資料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的共用的資料有沒有很多的 有沒有跟別人共用資料很多的 沒有 那你一共用之後 有沒有想過 什麼時候不想共用就把他關起來 好像沒有對不對 共用的就表示我都開了 管他的永遠留在上面,別人隨時都可以存取 但是有些資料其實不太適合這樣子 沒錯吧 所以呢,其實呢 我們的企業版跟 Google的這種教育版 他也可以設定什麼 共用的分享的時間 當然如果你是一般帳號 也可以搭配這個叫 Time Machine時間機器 也可以搭配使用 但是目前這個部分 是只有學校跟工 就是所謂的企業版才有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學校的版本 當然可以啊 所以呢,你來看一下 如果我想跟您共用的是這個 好,這個檔案 我按右鍵 共用 您注意看一下 在進階裡面 就是按一下這個進階 對 有沒有發現我點到 比如說多一個 多一個使用者 好,我就不用傳送了 好,我滑過來 有沒有發現多一顆 什麼,什麼東西 有沒有這個 對,就是這裡 你可以直接自熱定說 欸,我共用幾天而已 好,時間到了自動私下 就不要再找我 就不要再找我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您可以自訂日期 好,或者用它預設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確實會有這種需求 好,我不希望說我的資料 就一直讓人家來連結 有的人就貼出去 然後就繼續使用 可能有時效性的 有時效性的 您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這個是內建就有的功能 好,就是我們現在用 所謂的學校的這個 教育版的 當然如果您 是一般的 您可以找這個地方 找這裡 在這邊 我還要 Timer訊這裡 好,用這個 您就把它連結過去也可以 或者我就直接從右上角 這個地方 開啟 有沒有發現 可以連結更多應用程式 好,那 您有了之後 像我這邊已經裝了 我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一樣來指定 多久之後 失效 甚至還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使用 所以這裡 這個呢 Google上面 其實也有很多 所謂的這種 叫做外掛也好 有沒有 或者所謂的應用程式 它可以在Google文件裡面 幫它增加某些 可能它達不到的 這些功能進來 所以您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OK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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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